捷運裡人 擠人 乘客們口罩戴緊緊就怕會忍疫 專家說這樣的觀念是正確的 因為大陸寧波有研究竟然顯示 無症狀者感染率跟一般確診者差不多 根據研究資料 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感染率是6.3% 無症狀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感染率是4.11% 僅差了約2% 現在可能症狀出現之前的接觸者 也是處於一個高的風險 舉例來講香港他們其實大概在一個月前 就把接觸者調查的定義 就是改成說症狀出現之前兩天 就是-2 根據指揮中心3月26號公布的 台灣無症狀確診案例 共11人無症狀 恐怕成為下一波隱憂 現在應該是我們已經擴大到 就是說你不能夠排除的話 就應該要踩 那有些我們想要希望說 希望醫療院所在這邊 我們更能夠提高警覺 病毒難掌握 指揮官陳時中29號記者會 也宣布擴大採檢範圍 胸腔內科醫師蘇伊峰 進一步指出醫院和急診室 應該全面篩檢有肺炎症狀 或高風險患者 高位學者出身的副總統陳建仁 更在臉書發文表示台灣每十萬人發生率 接近一只有零星無法追溯感染源確診個案 政府不做普篩加強密切接觸者及高風險族群的病毒檢驗 是合宜的有效的而且符合成本效益 其實是不容易 它需要在採檢過程中間 還是需要有大量的這樣的一個防疫的人力 以及它的這個所謂採檢的人力的 還有我們的這個採檢的這些器材 無論症狀行為還是無症狀 面對病毒變化多端 政府不敢大意提升防疫層級 接著稱之分享 下面SNG台北採訪報導